我知道你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老師剛剛那個一直在講所謂的否刺正味嘛 那就搶到所謂的中定 那這個否刺正味是中定 那就很像我們在坐產 那這樣子下去的話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味道是不是就是虛體來風的味道 如果做到一個到形而上 到最後是不是會變成這個東西出來 跑出來 虛體來風也不是一個他那個技巧性的東西 不是狀態嗎?是技巧 技巧性 因為你一直很煩躁 你要達到那個新的境界就可以了 那這個境界是不是跟佛法這個上面是相同的 不見得 只是沾到一點邊就不見了 沾到一點邊而已 那佛法裡面還有很多 只是說你有點像 現在不是嗎?毛...大家毛... 成分問題嘛 全羊毛的好不好 不一定好 因為會... 現在最好的吧 75最高 70只好好 混防下去 那個羊毛 它就不會怎麼樣 所以純粹的東西也不見得好 對不對? 沒有錯啦 沒有錯啦 所以虛體來風只是沾到邊而已 算要開始入門 是它那個範疇裡面 範疇裡面 照你這樣講的 虛體來風就是佛教 還沒有 還差遠 差遠啦 它...它的境界還要更高 因為佛學是其大無外其小能力 它的功能已經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想 所以沒問題 你知那邊的一個part 這樣了解嗎? 但是你不能夠把它牽涉到這個就是這個 不可能 還差很遠就對了 就是說 佛...佛學那個東西 它的發揮的一定有虛體來風 但虛體來風完全能夠合乎這個... 佛學 那... 又有探討 對不對? 喔... 我挖你邊有點像 我就是你 不可能 對不對? 兩個軟...軟身兄弟一樣 很像很像 但是你好好去分別 它還是分別出來 因為它在像中間還有一點不像 那... 你這樣的話 跟軟身兄弟的話 還差太多 它不是 就好像是... 欸... 我們怎麼樣講 佛學是挺的話 這麼去替他做像 功能 這樣講 它的功能很多 它功能中間人之一 這樣... 把它領域搞得清楚 因為我們以後要走的那個步調就不會散漫 沒有 這個我應該要講 不然的話 你們以後要走的話 有的時候會顛倒 你現在常常會發生 顛倒 顛倒 對... 那你假如... 那你當然是你速度 我跟你講 學這個東西下面還有很多 對... 盡量不浪費 就是不浪費 對... 浪費你再會 打碼 就是那個祖… aime 就是那個主剖那個...